大家好,我是彈彈微光眼睛的長工 剛剛蔡司的發表會剛結束 我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蔡司這次發表會最新的 他們推出了一個全新的產品 也就是全新一代的變色鏡片 這個變色鏡片它有哪些的特點 我只能說這個變色鏡片算是又為變色鏡片畫上了一個新的一個紀元 就是一個新的一個變色結構的一個新紀元 就是我們先來看看它到底有哪些的特色 我們先來看這個是蔡司自己的一個所做出來的一個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跟上一代的幻視比 變色速度快了60% 變色深度比上一代深 尤其是茶色 這個我要特別講一下 它這個變色速度快是什麼呢 它這次的變色片非常的靈敏 這個我們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一個鏡片來做實測 在下一部影片 這個蔡司新一代幻視X變色片 它的我會有三部影片 第一部就是我們先大概做一個全面性的一個 跟大家介紹說 它這次變色鏡片的一些特色還有新的技術 那第二部呢就是說 我們會實際用第一代幻視跟這次的幻視X做一個比較 那第三部影片當然它現在強調說 它的變色速度跟褪色速度嘛 那當然我們跟全視線第八代做一下變色跟褪色的一個比較 那這個變色速度有沒有 這個是很明顯喔 它不是說你可以變得很深是什麼 在第一時間它一接觸到紫外線 它的瞬間的那個變色的速度 真的快很多 至於說比原本的快多少 其實蔡司有它自己有做了一個影片 就是所有五個顏色 換是五個顏色全部的影片 那是蔡司的影片 我是有看到影片 在影片的裡面五個顏色 尤其茶色真的是快很多 比上一代的真的是 那個差別是超超多的 就很像是一個 1200cc的汽車跟3500cc的汽車那種差別 所以茶色是真的快很多 但是全部來講都有變得比較深 而且是第一時間就是接觸到紫外線的那個瞬間 那個變色的速度 靈敏度真的高很多 那這個在第二部影片 我們會看到第二部影片 我是用灰色的鏡片 用淺灰的鏡片來做一個比較 然後再來呢 這一全系列搭載的是什麼呢 它這一次的鏡片毛料本身 都是吸收型的綠藍光 這個我們在第二部影片 我們也會用光譜儀來做一個檢測 所以變成說 新的幻視X變色鏡片呢 它全部的毛料都是吸收型綠藍光 所以以後它的變色鏡片 都會是有綠藍光的一個效果 OK 再來 退色速度 這個就真的非常明顯 這個我們到時候可以去看看 它顏色可以變得更深 退色速度以前 菜市的幻視強調就是它的退色速度 現在退色速度再更快 也就是說如果說今天 你是可能譬如說 從事業務工作的 以前我曾經講過一個影片 就是說變色鏡片 如果你是從事業務工作 你要去拜訪客戶 有時候變色鏡片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因為在戶外你顏色變得很深 進到室內可能沒有辦法馬上變 那它的退色速度真的是 又比原本的幻視又快的更多 真的很多 那這一點我個人就覺得還好 不是吐槽菜市 因為他說 就是在完全退完色之後的 那個底色有沒有 我個人覺得跟第一代沒什麼兩樣 我說 因為其實菜市的本來就沒有 菜市的變色鏡片 除了藍色以外 其實它本來就沒有什麼底色 那通常藍色的底色會稍微深一點點 那這次我自己在看 但實際上我看淺輝的比較起來 我個人覺得在底色這一塊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真的到非常的透徹透亮 這一點我倒覺得還好 所以它反而是這次的變色效能 我說有非常長組的進步 在變色效能這塊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它這次有兩大特點 是我覺得還要特別跟大家做一下介紹的 就是這個系列 以前我們帶變色鏡片 我常常有客人問我說 變色鏡片在什麼樣的情況 可以變得最快 就是我就跟客人講說 直外線強然後低溫 所以譬如說如果你到那種高山上 那真的是變色鏡片是變可以深到 黑到看不到你眼睛這麼的深 那基本以前的變色技術來講 包括在全世界第八代 也去特別在這一塊做加強就是什麼 以前的變色鏡片是溫度如果越高 它的變色的效能會減弱 那這一塊就有一個很長組的進步 就是在高溫的情況之下 在譬如說在氣溫23度的時候 變色效能其實是不錯 但是到了高溫35度的時候 尤其是現在夏天到了快到了 天氣熱嘛 那夏天其實我們對變色鏡片的需求更大 可是夏天陽光很大沒有錯 可是因為很熱 就是變色效能就會變得比較差 正好跟我們的需求是相反的 所以在這一塊高溫的變色效能 我覺得在對於變色鏡片的佩戴者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這一塊特別做了進步 就是說以前的幻視變色其實不是說幻視而已 以前的變色鏡片都一樣 在高溫的時候變色效能會減退 會比較不好 那這一次呢 在35度 我現在35度夠熱了 35度真的那個在外面 站一個小時會烤成人乾了 35度的時候 它的變色效能比以前提高了非常非常的多 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的 特別一點 全新的一個變色的一個情況 我們知道最早期的變色鏡片 是鏡片的毛料本身它就會變色 OK 再來呢全視線開啟了磨變 就是表面變色的新時代 OK 更新一代的變色載體結構 也就是說我們看一下 什麼叫變色載體 變色載體是坎入變色分子的結構體 它就不是一個膜 它是一個結構體 所以變色載體它提供的空間越大 變色分子的反應速度就越快 也就是說它不是一層膜而已 它是有一個空間 可以讓變色的變色分子的活動的速度可以變快 變色可以變得更靈敏 OK 所以就產生一個什麼樣的進步 第一個 來我們看到很重要 一般大家都知道變色鏡片 這個變色膜它本身會比較軟 所以呢 這個變色膜它容易歸裂 比較容易脫模 比較容易刮傷 但是變色載體它就有一個什麼呢 更好的剛性 它表面的硬度跟它的耐用度 都會有很大的提升 這是一個變色鏡片的新紀元 就是在一個新的技術出來了 繼全世界的變色模之後 它這個是一個變色載體 一個新的紀元 OK 所以呢提供了 為反應快速的變色分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能自有高效率的運作 所以這個是一個變色鏡片 我覺得是一個新的一個技術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次X系列全新變色片 它整體的特點就是什麼呢 第一個 新以代的變色分子 新以代變色載體結構 搭載綠藍光吸收的一個材質 也就是說我們做 我們做一個總結 就是說 新的幻視X變色鏡片 極大特點 第一個 鏡片毛料本身就可以吸收藍光 OK 這個我們在第二部影片都會做一個測試 我們用光譜來做測試 來第二個 它的變色速度 我比較喜歡用變色更靈敏 來說這一塊 但是 它是一開始瞬間的變色速度 真的會很快 靈敏度真的很高 但是變色的深度 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是紫外線夠強的話 其實都是可以變得很深 但是你 一瞬間的變色速度 讓我們在面對 可能從室內到戶外 在大太陽底下 我們的眼睛的舒適程度 這一點一定是會提升的 那 退色速度是我覺得是有更明顯的一個 一個進步 那個退色速度真的是快 我們 我們可以去參考 我的第三部跟全視線 一個比較的一個影片 還有第二部我們也會做一些比較 它的變色的那個速率 它的效能 它的反應的靈敏度 真的是有很長足的提升 那再來呢 就是 這個新的一個變色載體的這個結構 就是一個新的變色技術 讓這個變色鏡片 基本上來 它的表面 會是剛性會更強 耐用度也會更高 這個就是這一次 蔡絲幻絲X變色鏡片 它大概總體的一個概略 那後面的比較影片 我們要看一下第二部跟第三部影片 當然最重要最重要 我相信各位朋友 各位消費者最關心的什麼 當然是價格問題囉 對不對 OK 目前 剛推出 都是什麼呢 還是都是只有定製片 那 庫存片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所以在定製片的部分呢 價格 就跟原本的幻視是一樣的 所以呢 也就是說 譬如說你挑選的是 蔡絲定製片最入門的 叫各金鍍膜 對不對 那它的價格會跟原本的 各金鍍膜 換式價格是一樣的 但是你看到你多了什麼 新的技術嘛 還有 多了綠藍光的功能 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 你有需要綠藍光 又想要有變色 基本上 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那就是我們的 第一部影片的一個 大概率的一個介紹 那也 我們會馬上再陸續去上傳 我們的第二部跟第三部影片 好謝謝各位